在過去,我們香港一直是一個安全和穩定的國際都市 2018年的罪案率更加是錄得自1974年以來的最低 這些成果都是有賴市民守法的精神 令到警方可以有效地去執法 大致6月份反修例的示威以來 香港的罪案數字持續上升 當中包括了爆竊、行劫和縱火這些嚴重的罪行 最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社會的守法意識 因為暴徒的行為而不斷地下降 我們看到部分人故意地協助罪犯 甚至故意地去阻撓警務人員執法 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到有些人四處地去散播一些假消息 製造一些假新聞 是非顛倒 煽動市民 針對警局 製造仇恨 我們必須指出 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破壞法治 阻撓警方有效執法 我不禁要問 他們口口聲聲說追求民主自由 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就犧牲了法治 破壞了秩序 縱容了違法的行為 我懇請大家討勞的市民 不要再縱容包庇這些違法行為 接下來的聖誕節 全港的市民都希望一個和平和安全的平安夜 可以和家人吃飯,逛逛逛,看看燈飾 這個我想都有一個很卑微的願望 但是警方留意到 有網民再一次鼓吹煽動他人 從事一些違法的暴力行為 除了說會堵路破壞之外 更加有罪犯聲稱要在商場裡面 放火燒聖誕樹 這樣做的話 不單止會引起這個恐慌 甚至會影響到商場裡面 尤其是老人家和小朋友的人身安全 這些喪心病狂的暴徒 罔顧市民的生命安全 如果他們沒有讓我們警方拘捕 持有真槍 以後成功混入出來慶祝的市民當中 受害者 可以是任何一個出現在那裡的普通市民 這些的後果絕對是災難性的 警察沒有辦法去預測暴徒在哪個位置 襲擊哪些人 但是我們絕對會盡最大的努力 靈活地去調配我們的人手 去確保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這是兩者的感應 不信任何人身和財產安全 留在一條城市民到達的國際上 套餐廳 以後有人操一套警察 在自己的隔壁上